第1534集 今天的太阳十分的毒辣 中午采来的药草 经过烘干暴晒之后 很快就投入了食用 一口口的大锅架了起来 锅里面翻滚着黑色的药汤 一股浓浓的药味从这里面传出了老远 这里的人不知道中药是什么鬼 而且这药的味道也绝对不好喝 但是他们只需要知道 这药治病就行了 几大锅的药很快就被一封干净 好在叶浩轩对症治疗 所以药效很好 喝下去之后基本上五分钟之内 就会有所好转 看着这些病情好转之后的人 欣喜若狂的样子 所有人也挺高兴 叶浩轩 弄得我现在也想去当医生了 李谦一边帮叶浩轩派发着中药 一边说 看到病人的病备治好 对你千万些的感激 那感觉别提有多好了 你 叶浩轩笑了笑 他摇摇头 你现在学的话已经晚了 毕竟你的职业已经定型了 等让你的孩子子孙后代来学中医 那还是相当不错的 有你这样的老师也不行吗 李谦笑道 不行 有些东西是要从小学起的 现在就算是倾尽资源地去教你 恐怕也教不出个随意然来 为什么 李谦不服气地说 你是说我笨吗 不是说你笨 而是说一名真正的中医 不仅仅是会把脉行真 而且还要懂得以气运真 你现在的年纪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时机 骨骼成形 有些东西是注定学不成的 你把笨说得这么微晚 我都有些不好意思招你麻烦了 李谦瞪了叶好轩一眼 我真的没有这个意思 叶好轩简直哭笑不得 快正午了 我们吃什么呢 这两天只吃军粮压缩饼干 我嘴巴都淡了 李谦看看时间 已经差不多到饭底了 他感觉这几天 他的嘴都快淡出鸟来了 继续军用干粮吧 多方便啊 知道这里的日子苦了吧 呵呵呵 哎 你看 那些人手里拿着什么呀 李谦突然向前一指 他兴奋地叫道 叶好轩抬头一看 只见远处涌过来了一群人 这些人都是当地的原住民 他们手里推着一堆的东西 这是当地原住民 我们这两天治好了不少的人 他们这是来给我们送吃的来了 有个路过的小护士兴奋地说 叶医生 快走啊 尝试他们当地的东西好吃不 哎 叶好轩 你不兴奋吗 走啊 今天终于不用吃干粮了 李谦也兴奋地放下了手里的东西 我劝你还是不要抱太多的希望比较好 叶好轩苦笑了一声 因为你去了之后才会发现 其实他们的东西 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吃啊 那也总比没有强吧 哈哈 我反正是不会再吃干粮了 李谦兴奋地说 的确 这里的原住民今天是来送吃的了 不过因为这个区域是一个三不管的区域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贫穷的地方 他们能拿出什么好东西招待这些人呢 这些东西都是他们补的一些猎物 而且按照他们当地的做法 做好之后送过来的 东西不少 用编织好的框子摆了一地 大家也都忙了一整天了 现在放下了手里的工作 全部围了过来 李谦跑到了这里才发现 他们送来的东西大部分都是肉 但不同的是 这并不是什么精心烹饪过的 而是简单的烤了一下便送了过来 以这个地方的条件 当然不可能和国内一样的精心的烤好 一串一串的穿起来 撒上足料 这些都是普通的烤肉 而且烤的水平不怎么样 看起来有些发黑 卖相也不太好 但不得不说的是 这已经是当地最好的东西了 这些人也知道感恩 队伍在这里驻扎了两天 便治好了他们一大批人 而且疫情也得到了控制 所以这些人对华夏维和部队和医疗队都带有十分感恩的心情 所以今天他们自发起来 给华夏的维和部队送些吃的东西 尽尽他们的这点能力 虽然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 但是不得不吐槽的是 他们送的东西真的是太难吃了 因为这个地方相当的落后 不像是华夏那样有着数千年文化的传承 所以他们吃的东西 大部分都是随便用火一烤就行了 吃了几口粗糙的肉 然后又看着一直烤得黑乎乎的 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的东西 李倩有些无语地抓过来一只 叶浩轩 你说这东西能吃吗 李倩举着手里的东西 向叶浩轩问道 只要是送过来的 当然能吃 只不过是口味差一点罢了 叶浩轩微微一笑 你吃足吧 他们没有送过来生的东西 就已经算是很客气的了 好吧 看来我是有些高估了 这里的生活质量 李倩无语地说 他撕着手里的东西 放入口中 味道怎么样 叶浩轩有些期待地看着李倩 不 不怎么样 李倩皱着眉头 有股怪味 这什么东西啊 哦 这是他们这里特有的大蝙蝠 平时他们都是当作高蛋白摄取的 李倩的眼一瞪 他咀嚼的动作马上停住了 然后在叶浩轩不怀好意的笑脸中 他捂着嘴冲向了一边 片刻以后 叶浩轩明显听到那边传来一阵干呕声 哎 这还是熟的 你没见过有些人 直接是生吃的 你应该去多看看野外生存实录那一类的节目 这对你提高野外生存的几率有很大的帮助 你 你闭嘴 你别说了 李倩吐得一塌糊涂 叶浩轩越是在一边喋喋不休 他越是感觉到恶心 好好好 我不说了 我真的不说了 叶浩轩笑了 他心想这点都承受不了 那如果让你到热带雨林里面生存一个星期 吃生的 你能怎么样呢 药品够用 其实这里的瘟疫算不上是什么太严重的病 消毒 然后叶浩轩特开的中药 一晚下肚 基本上就好得七七八八了 接下来的时间就是养病 一般一星期就能彻底的治好 只不过这个地方太过于贫穷落后了 而且他们认为 只要是生病了 那就是不祥之人 所以一般会请那些乱七八糟的巫师 去给他们治病 而那些巫师呢 除了一些乱七八糟的巫术之外 根本一点一理也不懂 所以在这种地方 一般生了病 就只能说是听天由命了 所以叶浩轩的到来 被这些原住民们几乎信奉为神 他们觉得叶浩轩 他就是卡迪德派来的 为他们驱除病魔的 一时间滑下的风头 在这一代彻底的传开了 黄昏的时候 叶浩轩和云霄一起 看到了这里唯一的一处水源 这里是一个河床 因为是旱季 所以河床显得光秃秃的 里面的水并不多 只有河最中心处的深坑里 有一潭碧绿的水 这就是附近十多个村子 唯一的水源了 因为水的问题 所以附近的村子和部落里 不时的会爆发冲突 甚至大规模的流血事件 而且这点少得可怜的水 不仅要供人饮用 还要供用一些野生动物饮用 在河边 叶浩轩发现了很多野生动物的足迹 因为野生动物前来饮水 一点也不会顾及一边的东西 所以本来就不多的水 显得有些浑浊 而且在水里面还漂浮着一头羚羊的尸体 唉 喝这里面的水 不喝出问题来才怪呢 叶浩轩皱了皱眉的 这里的人真的是一点卫生措施都没有啊 不仅是这里 非洲好多贫穷的地方都是这样 云霄叹了一口气 他们都是过着原始的生活 并不是其他的国家不理会他们 而是他们拒绝走出去 拒绝进步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就在去年的时候 华夏的维和部队要在这里建一个蓄水池 本来设备都拉来了 但是附近的人拒绝沟通 他们硬生生地把设备给砸坏了 这我们又能有什么办法 而且如果不是他们信奉所谓神的旨意 我想你就算在这儿能治好他们的病 他们也会拒绝你给他们看病的 还是教育跟不上啊 叶浩轩摇摇头 这里的现状恐怕在未来还要持续下去 那谁也没有办法 不过他们现在比起以前真的开花了好多 我觉得再努力一把 他们也就能接受我们这些外来人的帮助了 走 下去看看 叶浩轩和云霄一起走到了河床底下 刘晴也带着几个医疗小组的人 在这里取样化验 叶医生 你来了 看到了叶浩轩 刘晴热情地打了声招呼 刘姐 这里的水取样了吗 化验出来结果了没有 叶浩轩问道 取样了 但结果还没有出来 不过 刘晴指了指这混浊不堪的水 以及里面漂浮着的尸体 我觉得这水肯定是有问题的 这一眼就能看出来了 用净水剂没有 这么大一池子水 恐怕要用很多净水剂才行 用了 这些东西我们准备得多 只不过这么一点水 听说附近的村子都要用 这怎么够 雨季快来了 很快这河就会满的 刘姐 今天部队运回来的中草药 还要麻烦你明天去处理一下 然后用麻再装着 用石头沉到水底 这对他们这里流行的数种疫情 都是有帮助的 只要药沉入水底 河水就会带有药性 喝了这河里的水之后 会起到一定的预防作用的 那好 本来我还想 我们恐怕要等到国内的药 到这之后才行呢 不过现在看来是不需要了 刘晴笑呵呵地说 多亏你就地取材 很快把这里的情况给限制住了 看来关键的时候 还是得您出马 才算是靠谱的呀 别这么夸我 我会骄傲的 叶好轩笑了笑 我是寻思着赶紧把这里的事情处理完 然后我们到真正的疫情去 那里才是最重要的 据说国外的医疗组和科学家们 已经到那里了 我也听说了 刘晴点头道 这件事情还真的考虑好 毕竟我们现在不能在这耽搁了 我们来这儿是有更重要的事情呢 几人聊着 沿着河床走了一圈 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几位医疗组的队员 把河里的动物尸体给捞了上来 这附近需要弄些建筑 毕竟人和动物不一样 饮水的水源一定要区分开 叶好轩道 回头让湖中那小伙子 跟他们这里的人沟通一下 我们想办法 帮他们建两个蓄水池 不然的话一道旱季 雨水少 这水根本就不够用 回头我去办这件事情 云霄点点头 他看到了河床上游 有一处高地 他向那里指了指 我们去那看看 好 叶好轩看了看那个方向 然后跟着云霄一起 向河床上游走去 因为天气干的原因 所以河床里几乎没有一点水 向上走时 到处都是干裂的 很严重的土地 那纵横交错的裂痕 让人有种来到了末日一般的感觉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